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發現火災的時候 大家都會打119 通報消防人員快來滅火 不過接下來的故事 原本以為是一場單純的火解 最後卻演變成凶殺案 壽山燒起來 好 好 知道了 那時候勤務中心就是有 通報一趟那個 壽山法新傳室 就是燒雜草的火警 火災火災 出動11123191車 地點在受傷 受傷有火災 把水袋稍微弄一下 那個時候我看到他那個火場旁邊 大概3到5公尺那個距離 就是有一個好像人形的東西在那邊 那邊有一個人耶 下面那邊是不是有一個人啊 下面那邊 沒有 那個是 算那個是什麼 那是 假人 什麼 什麼啊 假人啊 人體模特或是那種 充氣娃娃之類的東西被 被人家棄置在那邊啊 說如果這個東西是人家丟在這裡的話 是不是要通知那個環保局啊 給他清理掉啊 好 這樣子比較不會說 看起來有個人形的東西在那邊很嚇人 到這裡 出勤的消防人員呢 還在想 到底是誰亂燒雜草 還燒到這一句假人 而且 這個地點是相當的隱密 外人幾乎找不到的地方 只有登山客才知道的小境 當時引起了不少爬山的民眾來圍觀 不顧 其中一位身材壯碩 貌似學生的黃姓男子 不斷地在附近徘徊 感覺怪怪的 引起小隊長陳昇華的注意 你在這裡做什麼 剛剛有火 這充氣娃娃是不是 有點像 那他很難見 在一旁說話的年輕人 說自己剛剛路過 只見他一會兒待在原地 一會兒他又靠在欄杆上 就像是事不關己 看熱鬧的圍觀群眾 那是你發現的呀 是你發現的嗎 那我是問他說 請問這個火是不是你放的 他說不是 不是他放的 那我問他說 你來這裡做什麼 他說他來這裡旅遊 他跟他的女朋友 為了分手的事情吵鬧 然後就心情很不好 就騎車來這邊散心了 眼前這位年輕人 說自己是大學生 跟女朋友吵架 所以跑來壽山旅遊散心 不過警察和消防人員 怎麼聽怎麼怪 第一 旅遊散心他沒有走正常的步道 反而走進這種沒有路的森林裡面 他想要做什麼 第二 黃男的打扮他也不像登山客 打火22年的小隊長 他憑著經驗和直覺判斷 眼前這個小夥子一定有問題 他本來想說我可以離開了嗎 我說不好意思再等等等 再請你等一下 我有一些問題再想要請教你 然後我就問 故意問他 你有沒有抽煙的習慣 他就說他不抽煙 當火機是 為什麼會攜帶在身上 是要幹什麼用 他就低著頭不敢回答我 就在警方盤查的過程中 打火機 卻從黃姓大學生的身上 掉了出來 激引的陳溫和 他直覺反映 難道放火燒山的人 就是他 是不是 你用這個打火機點火 他就低頭 不太敢回答我 那我就再問他是不是 他就回答是 我現在要逮捕你 因為這個涉及公共危險 其實在給黃姓大學生上銬的時候 都還沒有人發現 火堆裡的假人有問題 就是單純以為抓到了縱火的嫌犯 準備將放火燒雜物的男大生 帶回去解案 同一時間 消防隊員是剛剛滅完火 正準備要清理火場 再度的走進所謂的假人一看 這才驚訣不對勁耶 他的臉部被那些泥土啊 跟樹葉啊 遮蓋住了 當時為了想要確認 他是不是那種 那種就是廢棄物的時候啊 我是有靠過去看 他的身上的一些皮膚的這些特徵 都做得太細緻了 我才想說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人的那種大體 為什麼消防人員在第一時間 無法判斷是不是假人或充氣娃娃 第一 整個外表已經燒焦難變 第二 警銷壓根沒想到 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在獸山燒屍體 這時趕來支援的建設小組也到了現場 下面有一個儀式 人的東西啊 走這邊 走這裡 有一個人 儀式是人燒焦啦 這很燒焦 對 燒焦的人體喔 對 你先看一下 拿一根竹子 把樹葉撥開 才赫然發現 竟然是一個全身赤裸 被一個半燒焦的 皮膚半燒焦的一個女絲 我就上來盤查那個公共危險的鮮魚了 那這是誰的 裡面 有一個女生的證件 姓X的女性的證件 那我就問她 這個是你女女朋友嗎 她就說是 那我就說 你怎麼 跟我剛才說的姓謝 跟謝姓X的是不同人 那我心裡就覺得奇怪 她一定有不說老實話的地方 經過了四五分鐘 我再問她說 到底是不是 假如人是你殺的 怎麼殺的 等一下告訴我 假如是你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然後我就問她 人到底是不是你殺的 她就點頭說是 怎麼殺的 用手 敲她脖子 用手把她 用手把她 用手把她敲死的 你是什麼時候要把她 要把她 惹死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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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別人 那你就跟她 協議分手 不爽 是不是 她是今天早上協議的 24歲的黃信男大生 就讀南部的大學 她自己說 死者是她的女友 對方劈腿 才一時 失守殺人 她一直坚持說 這位女性 死者是她女朋友 那一直是到他的那個死者的乾哥哥 那個陳姓友人出面來作證說 其實他是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而且當天有在談判 所以這時候才抽破這個黃忠祐的謊言 我很對不起我的家人 我也很對不起大家的家人 對不起 我也喜歡他 他怎麼會把他勒逼啊 我一直衝動 死者是19歲的女大生 也是黃姓嫌犯的學妹 一定有交往中的男友 但是男友是住在基隆 分隔兩地 遠距離戀愛 所以這個學妹跟男朋友常常吵架 那一吵架的時候心情就不好 所以就會去找這個黃忠祐來聊天 那黃忠祐也就是極盡搞笑之能事 就是取悅學妹 那久而久之 其實他就開始暗戀他 黃姓男大生和學妹是不同的科系 兩個人都喜歡玩夾娃娃機 因此認識成為好友 平常無話不談 黃男是對學妹有愛慕之意 卻遲遲沒有表白 學妹只是把學長當作哥兒們 直到案發前兩天 學妹和陳姓乾哥哥 一起住進了黃姓嫌犯的家中 那第二天早上 他的陳姓乾哥哥要趕回台中 所以就剩下學妹一個人 那這個時候 黃忠祐整個人就色心大發 然後直接就強壓他在身上 想要侵犯他 可是那個時候學妹驚醒 然後驚醒就直接罵他說 你對我這樣子的話 我要跟我男朋友講 那一講了之後 這黃忠祐整個性格 剛烈性格就發起來了 那一發起來之後 他就把他勒婚 他並沒有馬上去處理他的遺體 然後他還很安靜的回到學校去上課 那女孩子的手機 為什麼你要給他放在這邊 這個重新安裝了吧 他把它重... 可思化 可思化 這電話都沒有 他也許就怕擔心這個學妹 可能因為有男朋友的事情曝光 或是說他在暗發後 有人打電話找學妹 所以他特地把這個信卡抽出來 然後那天學校剛好在考試 他考完試之後 還跟同學一起去玩 一起去打球 然後他就把他的信卡 直接丟在學校籃球場附近的垃圾桶 去購買了大型的垃圾袋 在自己的租屋處裡面 給他這個大體 做初步的處置之後 以紙箱 把他搬運到租屋處的外面 放在機車的前面 然後他騎著 大體在這邊 然後從台南騎到這裡 你的第一線長 你都會 你的家裡 那你什麼時候用火把它燒的 在這裡嗎 你要什麼東西燒的 助燃器 防溫器 哪邊的汽油 你的鑑什麼 汽油瓶呢 嫌犯神色自作 從機車前坐的行李袋 拿出飲料瓶 要求加油員把瓶子裝滿 他很冷靜 沒有看到我什麼利用 他放側的 對放側的 就鹹的 把屍體搬上了機車前坐的踏板 還跑到了加油站去買汽油 當時加油站的員工 根本不知道 嫌犯的前坐他放的 竟然是一具屍體 而且會騎機車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如果前坐放的是一種 長條形又不規則的物體 最難騎 因為很容易重心不穩 而且會搖搖晃晃 而且為了氣濕焚濕 從台南騎到了高雄 這段路程至少有45公里遠 這個時候他要去哪裡呢 其實他當然也有點六神無阻 可是他回到了他 第一次讀大學的高雄市 古山區 那邊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是不是那個 你先點樹葉燒他 然後燒到一半之後 再移到現在這個位置上面 是 你怎麼移的 你人馬上整個搬到旁邊去 對 其實黃仲祐一開始是有離開的 他先騎車到山上 繞了一圈之後 再繞回原來的氣勢地點 問一下他 這瓶是誰的 我先 武山跟隊隊員 鹹泥人 你準備要做什麼的 對 沒有 沒有 那你買在幹嘛 你給你的比較好了 蛤 那你怎麼回答 廁所壞掉是不是 被告曾經購買 鹽酸及硝酸 那他也坦承說 曾經企圖製造網水來毀濕 但是事後 因為這個味道非常刺鼻 他放棄這種做法 網水是硝酸跟鹽酸的混合而成 腐蝕性是非常強 又被稱為酸中之王 一旦身體蒸到了網水 會快速地腐蝕 是劍骨 曾經轟動一時的青大溶屍案 他就是用網水溶屍滅跡 黃信男大師一度他也想這麼做 但是因為租屋處只有五瓶大 擔心氣味太濃被發現 才打消念頭 哪裡 那邊是不是 在這邊 警方更查出 黃信嫌犯他的爸爸是刑警 兒子成了殺人犯 害死了19歲的花樣女孩 黃正偉的父親他是一位 監視小隊長 專門做監視 所以我覺得黃正偉雖然 他跟他父親其實 關係還不是都特別好 那他父親管教他管教得非常異言 釋放後怎麼還會想要留在那裡 他會管教 檢幫說了 黃信嫌犯的體重超過了150公斤 學妹只有40公斤 兩人身形差太多 學妹根本逃不了 他當下就被控制了行動 黃信男大師他否認性侵殺人 僅坦承殺人之後掳施 法官也採信了供詞 也考量了祖賢高中的時候 擔任過風紀股掌 加上犯後有悔意 有教化可能 判無期徒刑定業 所以讓黃信男大師逃過死刑 沒想到的是 密案現場和焚屍的地點 現在反而成了大學生試膽的 另類景點 我的故事說到這 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別忘了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